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感謝大家長期以來對我的支持 已經是兩年多的時間 很感謝大家不離不棄繼續看我這個頻道 儘管有些人都覺得 好像說完說的都是新鮮的東西 因為這個頻道會講香港 講海峽兩岸的東西 也講中國大陸和國際 尤其是美國貿易戰的關係 剛剛在這個時間 有一個急劇形勢的轉變 我希望大家可以聽小弟的分析 那些分析你同意不同意是另一回事 都是我個人的見解 在這裡祝大家身體健康 順心如意 希望在新的一年大家看這個世界 看香港 看中國大陸 或者海峽兩岸 可以看得比較透徹一些 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然後決定可以怎樣做 怎樣決定做自己的去留 行指 又或者投資等等 最後情況是怎樣自己做一個決定 今天我想講海峽兩岸的事情 講華人社會 大家知道這個農曆新年 華人社會 無論是中國大陸 台灣 東南亞的華人 甚至是歐美國家的華人 一個很隆重的日子 大家都休息 互相祝賀 像我剛才那樣 祝大家身體健康 恭喜發財等等 都是一個喜喜揚揚的日子 大家都不想在這裡喊打喊殺 台灣的蔡英文總統 在上星期尾 在YouTube 和Facebook 做了一條 向世界華人拜年的短片 在這裡形容 用一個溫柔的力量 用一個軟實力 將對岸比下去 台灣打不夠你打了 在說民主 自由 去吸引華人社會 或者全世界的人的目光 如果一旦受到對岸的武力對待的時候 也會引來支援和同情 大家知道對岸完全不是用這種做法 對岸是用硬實力 現在叫做銳實力 在做什麼呢 幾乎在同一天 或者差不多相同的時間 就是在上星期 星期日 4日是前夕 年三十 年二十九 3日在微博發表了 一個叫做我的戰英 妖雀寶島飛的 音樂影片 是中共的解放軍空降部隊發佈的 這個音樂影片 其實我描述一下 如果大家看 打我的戰英 妖雀寶島飛 就會看到 其實那個音樂是比較軟性的音樂 軟性一開始的時候 都挺油揚 挺好聽的一開始 雖然比較俗氣的音樂 就是拍攝台灣的Top Shot 然後就是台灣人的面貌 小孩子在玩水之類 然後很快就到了台北市的市區 然後就看到台北的101大樓 然後就貼了一個空降兵徽章 然後就有很多戰機涼上 接著有很多戰機涼上 譬如說有轟錄炸機 1020戰鬥機等等訓練的畫面 然後又看到一些畫面 又看到台灣的鳥嵌片段 也有市區 高雄 台北那些片段 然後又看到解放軍的戰機 就說歌詞裡面說 我的戰英妖著寶島飛 招來故鄉的思念 輕換你歸 就有兩岸情的味道在裡面 歌詞很輕飄飄的 柔軟的 說兩岸情的 沒什麼煞氣騰騰的 只是思念阿里山的姑娘之類 很溫柔軟弱的 但是畫面被人覺得感覺就是 我的解放軍的戰英 環繞著台灣的寶島 我就會搜到拿來 你們不要有任何輕舉妄動 否則我就不客氣了 他用這個感覺就是 我先很溫柔地跟你說 我如何掛念對岸的同胞 然後就會殺死你 用這個方法 在台灣那邊引起非常大的反感 陸委會在廚席4日 發表了MV之後 台灣的陸委會就批評 中共是不放棄武力犯台的 刻意在這時刻挑釁 都說了 海峽兩岸的華人 世界的華人 都非常高興地 慶高采烈地 希望可以過一個長和的新年 突然之間用這個影片 表面上就好像唸兩岸情 實際上要殺死你那種 挑釁的行為 令到台灣的人 覺得非常不安 這樣做法就是破壞台海現狀 和升高區域緊張的情勢 台灣是堅守護國家的主權安全 堅定地維護 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絕不會屈從於中共的民工武嚇 我剛才說過 蔡英文才剛向全球華人拜年 沒有民主的地方 是不會懂得台灣人的堅持的 接下來就看到這段影片出現了 當然 你說不奇怪 習近平告台灣和貓書40周年的時候 都說了 台獨是歷史逆流是絕路 強調一個中國 一國兩制統一台灣 不承諾放棄對台使用武力 蔡英文也很強烈回應 絕對不會常常接受一國兩制 連九二共識也說沒有 台灣這樣的態度 大陸有這樣的反應 一點也不奇怪 有些人會這樣解讀 但是他偏偏選來中國人或農曆新年 華人的農曆新年 作為這段 我自己覺得的挑釁味道很強 這段影片去挑釁台灣人民 你想想他在說兩岸情 在說思念台灣的阿里山 台灣的山川 河流 高山等等 是完全跟他的歌詞 而且他表現出來的訊息 說要台灣同胞是歸辱兄弟 這些訊息 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在這裏我想 歌詞也可以解讀一下 究竟他的內容是怎樣 如何格格不入 畫面我就說過了 歌詞是如何呢 我的戰英 繞著寶島飛的歌詞 一開始就提到余光宗的 余光宗就死了 我們也批評 有些人說 你這樣批評余光宗是不對的 余光宗只不過是寫首詩 說鄉愁 可能他真的有鄉愁 他個人是被大陸利用了 余光宗的詩 是放在鄉愁的教科書上 令到大陸有很多年輕人 看完他的首詩都會 Stereotype 台灣人 即是台灣外山人 至少有很多人想念大陸的山河 但某程度上是一個統戰工具 余光宗的政治立場 我不再說了 人都死了 讀余光宗的鄉愁我曾流淚 一彎海峽隔不斷山水 請海鞦轉告我的兄弟姐妹 十五的明月隨更圓更尾 說到這裡也在說 兄弟 姐妹 骨肉 同胞 接著 戰機 我的戰英妖著寶島飛 趙來故鄉思念輕聲換你歸 我的戰英妖著寶島飛 把每朵親愛的魂塞進我的心飛 你想想這畫面是什麼 就是戰機 咦咦 咦 這樣飛 一架架這樣做一些飛人的表演 可不可怕 就是輕念你輕聲換你歸 但是戰機用戰機來輕聲換你歸 聽阿里山的姑娘不斷回味 他的溫柔恰似日月潭水 太平洋的風吹忽我銀頭盔 於是他們叫戰機的飛行員 銀頭盔 未曾喝一杯我以心醉 我的戰英妖著寶島飛 趙來故鄉的思念輕聲換你歸 我的戰英妖著寶島飛 擾著寶島飛 把每朵親愛的魂塞進我的心飛 這些歌詞和畫面 和透露出來的訊息 完全架架不入 絕對不會有感覺 如何思念兄弟姊妹情 輕聲換你歸 而是打個希巴蘭 如果你不聽話 你想想這段影片想達到什麼效果 想說台灣人 可能在過年後 一直有一個說法 台灣模式的一國兩制 在這年後會全面展開 習慶平說 要和台灣各界 商討如何去台灣模式的一國兩制 用來統一 這個做法究竟是怎樣呢 找台灣各界 好像搞一個類似政治協商會議 我相信 或者當時草擬基本法的方式 草委就知道 找香港各界去做 這段影片出來之後 參加這個政治協商 老老實實 這個會議 去講台灣 如何用一國兩制來統一 這班人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被人界定為台奸 不能說 因為用戰機去威脅 然後講台灣模式的一國兩制 意思是怎樣 你不能選擇 一定要跟我們的方法去做 有回應的解放軍空軍新聞發言人 就說 空軍各級紙箭員奴記新時代的使命任務 提升新時代的打贏能力 捍衛新時代的天空安全 空軍按既定計劃 繼續組織多型戰機 繞飛台島巡航 空軍有堅定意志 充分的信心和足夠能力 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這些感人的畫面 大陸網友在微博上寫 春節將此 一曲我的戰英妖就補到飛 喝出了隆隆的海峽兩岸情 另一位網友直接說 何時降落再補到呢 看見101台北大樓 然後空降兵的徽章 已經降落在寶島 但我覺得這種做法 如果真的要打就早點打吧 不用做這種心理威脅 你要打贏仗 那你就要想 究竟是否用你的方法 真的可以打贏仗 是否不會讓美國捲入 不會變成一場大規模的區域戰爭 解放軍自己要考慮 台灣人也要考慮 說到這裡 我想起 我讀書的時候 在我的年代大學 我衝擊著毛派 主要是毛派的國粹派 經常唱愛國歌曲 例如《我的祖國》 《南鯉灣》 《遠航歸來》 《我愛祖國的藍天》 《我愛北京天安門》 其中一首我很深刻的 就是講台灣 我忘了歌名 是《台灣同胞》 《鮭肉兄弟》 但全首歌 都是講亞利山 講台灣的風剛 講山川 也講台灣人民 和大陸人民的關係 但全首歌也是很統戰意味 宣傳意味很重 但也是講歸玉晴 沒有戰機 沒有妖著寶島飛 沒有打贏仗的能力 那種統戰的效果 實在是當時我讀書的年代 我畢業了三十多年 我讀書的年代 其實兩掌在台灣 仍然是用鐵碗統治的年代 他們都是大中華膠 以反攻大陸為終身的職志 台灣當時 台灣獨立的概念 其實是很微的 沒什麼人會主張這件事 而且主張這件事可以拘捕 可以坐牢 這首歌 我認為當時對台灣人來說 可能某程度上 尤其是外省人 可能家鄉在大陸 台灣同胞 歸玉兄弟 某程度都有號召力 雖然兩掌的反共 可能比現在蔡英文的反共更厲害 但是他統一的主張 就是用三民主義去統一中國大陸 統一全中國 那首歌的統戰意味 又或者那種號召意味 某程度上我認為是比較濃烈的 某些台灣外山人都可能會受 但基於兩掌那種反共的意思形態 當然這首歌不可以在台灣唱 在大學校園 我們在形身形的時候會唱這些歌 但到今天你看見 《我的戰英妖作寶島飛》 我就想這首歌出來之後 對於台灣人來說 無論是台灣外省人 台灣本省人 台灣的年輕一代 老一代可能有很多事情考慮 會不會打過來 會怎樣呢 年輕一代的反感 那種效果肯定是負面多於正面 很多 負面多於正面很多倍 我就想想 是否其實 現在說一國兩制 統一台灣 台灣模式的一國兩制 其實他不是考慮台灣人接不接受 他不是考慮台灣的老中青 尤其是年輕人接不接受 這班天然獨 他絕對已經放棄了 是否這樣 一心我騙著戰機 騙著導彈 我已經可以 百分之百保證 我能夠去征服你了 即使打個希巴蘭 都在所不適 都要統一了 是否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想想 你要把台灣打個希巴蘭 用導彈 飛彈 用戰機 投炸彈等等 去收回台灣 收回之後 你又怎樣 又如何呢 你得到什麼呢 得到爛地 還是得到台灣民心呢 我經常會想 這個問題 一個國家是否一定要百分之百統一 然後才會完成 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維持這個現狀 各有各發展的方向 大家比拼哪一處的管治方式好些 而能夠在世界上得到別人的認可 這種比拼的方式 是否更加文明更加進步呢 當然我這句都是書生之見 在一些覺得自己很偉大的 正確的 剛榮的黨裡面 當然不會接受 但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這首MV 在新年流流的時候 出了街 究竟他想達到什麼效果呢 大家不妨可以細心想想 深夕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這個網址就可以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繼續付款給我 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 用PayMe匯豐銀行的 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八達通的好儀比 同樣一個號碼都可以 拍照也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畫線的 寫這個名字 寄到這個地址我都可以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夕口快兩週年 都可以收到